这是一期谁穿谁好看的配色 主要的颜色其实是蓝色白色加黄色 它可以知性可以优雅可以随性 而且是我们随便换单品 它都可以成立的那种配色方案 你看看我身上的这一套蓝色的西装套装 加了一个白色的T恤 配色亮点其实是放在我的披肩上 或者是我们的包包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一套黄色 其实就是我身上这一套最大的点睛之笔 我如果是把披肩拿掉 把黄色的包包换成黑色的包包的话 这个搭配其实它就会没有很粗彩 我身上的这一套其实也是蓝白黄的配色 如果有些女生会觉得 我不太可能屁个屁肩在身上 因为那样觉得不太方便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背心 从那种基础可能黑白灰变成这种亮色 外面我们就可以直接搭这种蓝色的衬衫 这种穿法的话春夏天不经常用 接下来这一套其实也是延续刚刚的思路 给大家换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格 只是我们把配色的位置对掉了一下 我们里面的这个那一套跟裙子 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壮色 上半身看起来会亮很多 但如果我是把这个那一套换成一个深色的 很明显它这一套就整个会暗很多 姐妹们快去试试这个配色吧